哎呀 踩一脚的鼻巴 裤子上面 嗨 大家好 我是罗宾 武汉前两天下了大雪 第二天就化了 然后你看今天是第二天 这路上就已经找不到雪的踪影 就是来的这么突然 走的也是那么匆忙 武汉还有个地方 听说可以看到雪 而且呢 也是武汉首座什么滑雪场 武汉是室内的啊 滑雪场 特别喜欢滑雪的人 你说自己家门口开了滑雪场 不去看一看吗 是不是 网上反正有各种说法 有人说不错啊 有人说很坑 所以我今天就去看看 不管坑不坑也去看一看 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包括这个路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这樊山蛮远的 从我那个地方开过来 50公里 开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只知道这个地方是转口 然后旁边这条道好像是什么乡道吧 然后现在就到了 叫武汉 定位啊 就定位 你定位 就叫去谷 武汉去谷 武汉去谷国潮起源 密雪江城 这也是武汉说是第一家什么陈庆市滑雪场啊 这个风格还确实和这个乡路 乡村小路在一起还是蛮搭的啊 好像还要买票呢 还要买票没票 去去看一看吧 最主要是很多朋友说 你武汉人那边湖北有很多滑雪场 你为什么老是跑东北什么的啊 今天带大家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氛围 可能你就能够理解我 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去到东北啊 或者去到很远的地方去滑雪了啊 武汉去谷 这是它的沟漂大厅啊 这还要绕一圈了 好了 我买了一张票啊 我到这来我感觉就有点肯 因为它的票价有点贵 说实话 它的票价一个人啊 218 一个小时 还可以买那种叫亲子票 就是两大一小的那种亲子票 好像是500多块钱吧 我现在买的是一个30的门票 还是和那个门品头的那个售票 小哥磨了半天啊 他说不滑雪 一般原则上是不让劲的啊 我这是花了30一个观光票 因为它的园区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 但是其他项目都没有开 只有滑雪场开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好 谢谢 一般买着我这种门票人多不多 多啊 那也有多 有人是想进来看一看感受一下的 我们在哪 在这 入口 有个华登市场市集 这里有个舞台 这两个大老虎 这是什么 这是旁边建筑 餐厅吃饭的地方 呃 这里什么玩意儿 这里是个 呃 露营的 是吧 啊 这边是 旭谷峰 这就是市集环雪场 刚才走过去的 走过去的都是带着孩子来玩的 感觉 这是一个新开辟的地方 你看这边都还在种植的树木啊 都还蛮 还健的 来的都是两大一小 都是两大一小 网上买的那种 特会票吧 刚才我说的 500多块钱 一个小时 这里还有风动飞行 刚才买票说里面不是都没有开业吗 说只有华雪场啊 其他都没有啊 这风动飞行 刚才上面写的是正在营业 风动飞行是干嘛的呀 是不是站在里面 然后可以飞起来那种 就这个吗 就这个 这个就是风动飞行啊 好像大家都不感兴趣一样的 是不是 没人 嗯 首先我对那几个 大的木头房子好像比较感兴趣 先去看看那个木头房子 那个估计是露营用的 露营房 等会看完那个房子然后下来看这个 这个就是华雪场啊 说是 沉浸式的 一年四季都可以滑 我天呐 夏天 夏天也可以滑吗 我真的持怀疑态度啊 卷溢的卫生间 路都没修好啊 走的这个 土路 走的是土路啊 探秘 感觉有点探秘的感觉 这个房子 这个木屋还蛮有意思的 里面多大呀 这可以睡两个人 一家人吧 对吧 这入门厅那边是 但是这也太 太简陋了 谁上厕所在哪办 在哪办呢 那个 属于那种刚刚看到的那个简易的卫生间吗 这晚上 有人到这来看星星吗 这是刚才说的那个球色 球色 走一脚泥吧 这里面应该是个活动区域吧 在这玩啊 然后晚上就回到自己的 那个小木屋里面去休息的一个地方 好 去学场吧 这里有一个口子可以看一看 到底值不值得 值得的话就带孩子来玩 我们的孩子都不会滑雪 像我们户北武汉这边 哎 属于南方嘛 南不南北不北的 冬冷下凉 冬冷下热 哟 这里是哪 这是雪啊 看见没 带大家来看雪 终于看到雪了 这是人造的雪 这是雪草 看不到那边 再往那边去看看 哎呀 哇塞 这旁边就是 这可以踩 看什么 这是一个带开发的一个游乐区域 没了 都空空荡荡的 好像也真的就如他所说的 就只有这个冰雪了 设计街带中心 看看 看一看 你还在 有个人 受害数 218 对 218 一个小时一个人 368 两个小时一个人 这是猪血去的 来 那边 有个人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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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的雪怎么样啊 不 雪粉吗 还是硬的 有点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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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还要不让劲 哈哈 刚才问了一下 油滑出来的 你们的雪还是比较偏硬的 然后买套票的话 是五百五十多块钱 还是五百六十块钱 两个小时 不死心啊 嘿嘿 又找到一个角落 可以看到里面 要不然白来了吗 山中华白花了吗 这整个园区里面 啥也都没有 啥都没有啊 这山中华 所以这山中华探店 一定要给大家 看到里面雪场里面 嘿嘿 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 真的就是个坡啊 是不是啊 那边是入口吗 那边换鞋子 换衣服 就过来 然后这边还有那个 左边 我换一下 圈角 四十度有没有 三十五度的一个坡 从那个上面滑下来 大概可能就是五十米吧 然后雪场 这个雪地应该是比较偏硬的 虽然是人造雪 你看这里面 下面是泥巴 这雪已经开始黄了 放黄了 这摔了什么的 衣服 肯定就不像北方那边的雪 摔了就没事的 都是非常干净 拍一拍就掉了 那种粉雪啊什么的就好像 这都是湿雪啊 这个到了夏天 他是说了 这是武汉市第一家 第一家就是华学厂 室内的第一家 他这个冬天看到这就是敞开了嘛 他到了夏天的时候 这个墙壁他是要做封闭 是处理的 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吧 对吧 全是靠人工造雪 这边造出来 刚才那边看到那边大个雪堆子 然后 就把那个雪再推下来 刚才那个退雪车 哎呀 踩一脚的鼻巴 裤子上面 一个小时其实真的滑不了什么的 一家人觉得是买那个550多的 两个小时的应该是最划算的 但是你也想过 这个一家人还好 三个人这样平摊的话 一个人就是 啊 100多块钱 两个小时 觉得还能够接受对不对 也不是经常能够体验的 滑得了的 但是你想如果一个人像我这种情况 一个人想去感受一下 那就挺贵的呀 300块钱两个小时 我记得在 新疆江军山那个地方 100块钱 门票一天 还加那个什么 那个高级道的那个卡 才120 然后也包含了 包含了那个雪具 100多块钱 可以花一天 这里 200多块钱只能花一个小时 所以你觉得 南方人想划个雪也是多么的不容易 对不对 那这边是 餐饮区 吃饭的 嗯 好香 羊串什么的 都有卖的 但人不是特别多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里面划雪 反正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贵吧 可能这个地方也只针对 针对一类人吧 就是不想跑那么远 而且自己也不会花雪 也趁着这个 冬奥会的这个开展冬季运动 来感受一下 尝试一下 花个鸡巴花钱不用出省啊 是吧 又不用出市 的一个体验也是不错的 如果你真的想划雪的话 我可以预告一下 就是在不久的将来 应该是在今年 武汉市就在武昌里边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商圈 商场要开业了 里面是有 那个就类似于像广东那边叫 融创那种室内划雪场 我可能会愿意在那个地方去 去感受一下 而不想选择这种 这种我个人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好了吧 就这样吧 今天的三十块钱 我觉得 要不是拍视频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不值得的 三十块钱替大家先来踩展坑 至于好不好 你看视频的你自行来决定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是罗宾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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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痒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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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